编笑挑战现在开始啊 上山我骑驴下山驴我骑 上山我骑驴下山你我骑 每样要说两遍啊 上山你我骑 上山我骑驴下山我骑驴 上山我骑驴下山骑我驴 上山我骑驴下山骑驴我 上山驴我骑驴下山骑驴我 大母鸡小母鸡母鸡母鸡老母鸡 大母鸡小母鸡大鸡母鸡老母鸡 大母鸡 小母鸡 母鸡 母鸡 老母鸡 大母鸡 大母鸡 小母鸡 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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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母鸡 小母鸡 母鸡 母鸡 老母鸡 大母鸡 小母鸡 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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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母鸡 小母鸡 母鸡 母鸡 老母鸡 大母鸡 小母鸡 母鸡 母鸡 老母鸡 大伯鸡小伯鸡伯鸡伯鸡老伯鸡 大伯鸡小伯鸡伯鸡伯鸡老伯鸡 我是人 我不是猪 我不是狗 我是人 我不是人 我是猪 我是狗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是猪 我是狗 我不是人 我是人,我不是猪,我不是狗 我是人,我不是狗,我不是猪,我是狗,我是猪 我是人,我不是猪,我不是猪,我不是猪 我不是人,我不是狗,我是狗 我是人,我是人,我不是猪,我不是狗 我不是来 土堆土豆腿肚子 土堆土豆腿肚子 土豆土豆土肚子 土豆土豆腿肚子 土堆土豆腿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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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堆土豆土豆腿肚子 我爸是我爸 我儿是我儿 我是我爸儿 我是我儿爸 我爸是我爸 我儿是我儿 我爸是我儿 我 我是我爸 我爸是我儿 我是我爸儿 爸儿是我儿 我是爸儿 我是我爸爹 我是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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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是我爸 我不喂 我爸是我爸 我爸是我爸 对不起了 爸爸 我爸是我爸 我爸是我爸 钓鱼要钓钓鱼 钓鱼要上岛上钓 不上岛上钓不到 钓鱼要上钓 不刀上钓 不钓 不上海上钓不到 钓鱼要上刀上钓 不上河里钓不到 钓鱼要到钓鱼 钓鱼到 钓鱼要上钓鱼 钓鱼要上海边 海边不钓到 钓鱼要钓钓鱼 钓鱼要上岛上钓 不钓岛上钓不到 钓鱼要到钓鱼 钓到岛上去钓鱼 不上岛上钓不到 钓鱼要钓钓鱼 钓鱼要钓钓鱼 钓鱼要上岛上钓 不上岛上钓不到 钓鱼要钓钓鱼 钓鱼要钓钓鱼 忘了 上周五他们三姐们都已经月烤完了 估计今天成绩就该出来了 他们的爸爸已经去接他们放学了 等一下看看他们烤的如何 下午小四在睡觉 所以我们就没能去接姐姐 我婆婆现在正在准备晚饭呢 烧了一个猪肉花菜炖品瓢 这边还炒了一个绿豆芽 走 我们去外面看看姐姐回来了吗 姐姐 放学了呀 放学了 老三呢 老三去跟妈妈买这铁去了 快点挂了快点 快点挂了 你知道你给人家会泡河不是吗 我也听你的语气考虑不大药 就要自己说吧 妈妈这你都出来了 妈妈的洗碗还是洗碗啊 你也别慌说 你让我有个洗碗准备 哎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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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个底的我看我能接受不 数学考了90 哦害羞那语位呢 语文考了90是6 可以可以 老二 你的成绩我能接受不 反正进步了 英语考了71 嗯语文考了78 数学和科学都没发呢 那试卷发下来了不 发下来了 那等会拿出来看看哈 错在哪些梯 我没带 那你肯定没烤东西啊 不烤东西了 我的带来了 先吃饭吧 老大还没回来呢 等会看看老大烤的怎么样 这锅里面都给老大留着菜呢 有很多粉丝为我们 为什么从来都不吃米饭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吃面食的 紫薯馅的包子 老大还挺好 老大吃饭吧 弟弟给你吃一口 啊真香啊 给张得点看 来喽 嗯好喝 虽然跟粉丝上 我从来都不要求那啥哈 我跟您太多的压力 但您感觉要改 好好学还得给我好好学 老三 像你二年级 不要求你烤烤双百 每次能烤个九十杯往上就可以了 老二你只要不退步就行 我来看就在家这里 你放几场吧 你放张纸吧 给他钱就给他吃饭 老大回来了 哎哟的 甜胸甜后胃了 哈哈哈哈 烤热双鸡出来了吗 出来了 那你烤了多少回 不想说 只要是不想说 肯定就是烤的不好 这我的因子我不想说 老三的语文 考了九十六分 只有后面这个看图写画 扣了四分 这个数学 错的都是不该错的 马马虎虎 你看这个地方等于六十七 他这个地方写了六十六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一题应该是对的 老师给打了错 然后这个也能做错 还有这一题特别的亏 你看前面都算对了 这个数式这里等于五十二 也写对了 结果他在这个地方写等于四十二 扣了一分 你这些题明明不该错的 都错完了 你下次能认真一点吧 两个大妹啊 跟个兔子似的 再看你这一题 你看错的哈 一根绳子长二十四米 减八米做一根长绳 剩下的两米做一根短绳 可以做多少根 你看这个地方就写错了 二十四减八等于六 那师兄就偷吃了 啊 你怎么算了 结果这个地方错了 那这一步肯定就错了 应该是十六除以二等于八 他写成六减二等于三 这样看你这个腿力确实也不错 关键是你怎么不好好看踢的呢 这无非就这样没有了 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你太粗心大意了 下回不好好席 我惹到给你弄掉 老三因为太马虎了 他那个连加连剪题 他都是英文没有列数式 直接口算了 所以说到最后那个结果都算错了 我说的话你都挡着了帮忙 老小子一定要 说完后来 老二你试试你考完你也不带回来 你看看拿错了好改改 我在学校已经改完了 明天我再回来给你看 老大既然不想说他的成绩 我也就尊重他的选择 只能告诉你们考的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也不差 属于是中上等的 这集市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 你们的父母有没有对你们的成绩 严格要求呢 他们要写作业了